作词 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刘 太用心的面对让你太累 无端的去怀疑屠子相悲 我独自不醉不归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看不清你心里究竟爱谁 抹不去的回忆难以入睡 留下我独自伤悲 我哭泣的眼泪你无所谓 黑夜里我独自倾听心碎 你把我的迷茫彻底打碎 只剩我独自面对 大家好,我是纪成 在《拐个皇帝回现代》里饰演孝文帝李欢 1月30日下午1点到2点 我会在乐视网《拐个皇帝回现代》 跟你一起来弹幕 不见不散哦 大家好,我是渊中方 1月30日下午1点到2点 我在乐视《拐个皇帝回现代》 跟你一起来弹幕 记得要来哦 那些魔头终于甩出去了 瞧你那样 当年把我卖到这窑子里的时候 是不是也这么得意啊 笑什么呀 姐姐,姐姐 小召夜,你怎么出来了 我们以后怎么联系你啊 你还会管我们吗 你不是有我的手机号码 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 手机会用了吗 我早就学会了 你的号码我记得很熟 你跟他们几个说 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 不然容易像精神病一样被抓起来 嗯,我知道的 那,快回去工作吧 嗯 好好工作哦 姐姐再见 拜拜 姚公鸡再见 小兔崽子 dij woman 来 对了 那几个小包军 安置好了吗 还在安置呢 尽快安置好 嗯 小枫 你看 我这好几天都没有回来了 我都想死你了 你有没有想我 我也好想你啊 真的假的 真的 这么贵啊 真贵 开门吧 好好好 一哥哥 佳妮 我给你送衣服来了 快进来吧 嗯 小枫 佳妮给我送衣服来了 小枫姐姐好 你好 坐吧 嗯 坐吧 一哥哥坐 坐 是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的 叶妈妈帮你订做了一套礼服 让你去参加 安寇的六十大寿穿的 叶妈妈 让我把它带过来给你 叶哥哥你看 叶妈妈每次帮你订做的礼服 你穿起来都好帅呢 那我先收起来了 来 要不我包个什么汤 给你送去实验室吧 哎呀不用麻烦了 没事 喝点水 来 佳妮喝点水 嗯 谢谢 小枫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没有啊 叶哥哥 那我先回去了 小枫姐姐 我们后天见喽 那行 那你先回去吧 我们后天见 叶哥哥 你送我一下吧 好 那小枫 我送一家佳妮 马上回来 真不好意思啊 因为我爸妈今晚赶回来 司机去接他们了 家里另外一个师傅 去接了我爸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 所以 我让叶哥哥送我一下 小枫姐姐 你不介意吧 快去吧 行 那我去了 嗯 走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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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帮你订好了礼服 叶佳 你知道吗 你还没睡呢 小枫 你还没睡呢 嗯 个性还差一点 很快就好了 好 小枫 明天 是我爸六十大寿 你跟我一起回去吧 顺便 也可以见见我爸 我怕我去了 会惹你母亲不高兴 小枫 是不是我妈对你说了什么呀 没有 我还得欣小说呢 不能让我的粉丝失望啊 叶佳 不是我不跟你去 我是觉得 我做得还不够好 怕你父母不认可我 小枫 我又不是傻子 我能看不出来吗 我妈在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你不高兴了 我妈这个人 我太了解了 只怕 无论你怎么做 她都不会满意 她看好的 是女孩子家的背景 她会想尽一切办法 来为难你 这次 我就不去了 下次一定陪你去 毕竟这回 是你父亲的大寿 肯定会有很多记者的 我如果去了 则惹你母亲不高兴 闹出什么新闻来 大家都会不愉快的 小枫 明天啊 你就早一点回来 我在家等你 那好吧 那你别写太晚了 早点休息 嗯 我先去洗澡 什麽 礼 mode 涌呀 正明天怎么说 好好啊 昨天摆范茗 哈这个银香可遇 家当安 遇到马公寓俠 老爷子啊 恭喜恭喜啊 祝你胡日东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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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太太 里面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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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子 生日快乐 欢迎 欢迎 里面请 里面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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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李总 叶总 生日快乐 里面请 里面请 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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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叶总 生日快乐 你好 张太 你好 欢迎 欢迎 谢谢 欢迎 到里面先坐一下啊 张总 叶总 你亲自来了 真好啊 你好 叶太太 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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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伯伯 叶 三姐 你来了 叶 三姐 你来了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叶 妈妈 里面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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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三姐 报一下 报一下 帅了 待会聊啊 你们行 天看 辈敬 雨萝� 风 谷esi гол子 边编入 �리 YES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请 生日快乐 欢迎 欢迎 欢迎光临 生日快乐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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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 里面请 大哥 三弟 爸 李欢来了 伯父 李欢 来了 您的身子越来越硬朗了 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自探不如啊 李欢 叶波能教你这样的朋友 我对他都刮目相看啊 伯父 能教叶波这个朋友 是我的荣幸才对啊 好 祝伯父 福如东海 寿比男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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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欢 你先进去 那可不是超级帅哥李欢吗 恭敬不如从命 是啊 对 老爷子呢 一定要多喝几杯 怎么那么熟啊 你没发现 他跟叶波的神态很相似啊 李欢 你怎么没带女伴来 我还没女朋友呢 等我有女朋友的时候 第一时间带来见你 确实有点像 但是气场可比咱们叶波大多了 等会儿你要看中你家千金告诉我 我当场给你做大媒 好吧 谢谢伯父了 不过啊 我可没开玩笑哦 李欢的气质 倒是跟老爷子有点像 不会是老爷子的私生子吧 说不定 爸 媛媛来了 媛媛 叶波伯好 真好 我来介绍一下 媛媛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叶波的未婚妻 她呢 你好 是我一位世交的女儿 刚从法国留学回来 叶波 你带李欢先进去转转 好 来 媛媛 天光你伯母 媛媛 媛媛 你来了 伯母您好 好好好 我带你去见其他的伯母婶婶 来来来 好 我们先过去啊 去吧 三弟 你这个未婚期 从哪里冒出来的 芬妮哪儿去了 大哥 选择芬妮 老爷子会吃了我的 其实芬妮对你很好 你跟芬妮 真的结束了 她为了你 连事也都放弃了 是啊 是啊 大哥 在这个家里面 我只能接受 家里给我安排的女人 老爷子已经给我 下了最后通牒 我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否则 我就会被老爷子 扫地出门 任总他们过来了 好 李欢 袁总你好 又见面了 这是我太太 这边是李欢 电视里面应该见过的 你好你好 你好 真是比电视上还要帅啊 任太太也是风姿过人 谢谢谢谢 今天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日子 来 我们来碰一杯 来 来 干杯 这个哥哥好帅啊 对啊 这是李欢 是李欢 我们喝个饮吧 好 来 叶哥哥 嘉妮 你来了 叶哥哥 你今天好帅 嘉妮来了 叶妈妈 不好意思来晚了 你看你真是漂亮 嘉妮姐 你今天好漂亮啊 裙子和表哥的礼服好配啊 真是金童玉女 你爸妈呢 爸妈她们去接大伯父了 估计会一起过来吧 太好了 媛媛和安妮她们都在问你呢 媛媛回来了 你们先聊 都好久不见了 我等会儿去叫她 陈太来了 叶太太好久不见了 最近还好吧 叶博士 叶博士 叶佳好久不见 叶佳 你好 这位啊就是叶总的公子 年纪轻轻 也就是博士学位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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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你那些粉丝呢 今天美女不少啊 真是美女如云啊 你刚刚说哪个美女啊 那边 她们在那儿呢 我带你过去 走 这个美女 大哥可享受不了啊 林嘉妮 我哥的未婚妻 我妈亲自给她挑的 你看看 她跟冯丰比 如何呀 叶佳什么态度 叶佳什么态度 在我们叶家 从来就没有个人态度 你看 她不是也不敢把冯丰 带过来吗 我还指望着 她能跟我们家族 上演一场对战大戏呢 不过 冯丰 是没什么机会了 那边叫我 我先过去了 叶哥哥 贾妮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 你不开心吗 没有 这儿人人都这么开心 我怎么会不开心呢 那就好 你少喝点酒啊 表哥 你在这儿干吗呢 珊珊 萨处伯师好 贾妮姐 我们去那边玩吧 叶哥哥那我先走了 你少喝点啊 好 萨处伯师拜拜 表哥我们先走了啊 走吧 贾妮姐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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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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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